玉璃镇公所早在2016年 拱文郡上任镇长时 曾进行第一期的改建规划 而后续历经改朝换代 918地震后等玉璃环已经满是伤痕 而玉镇名代表吴朝成定期大会 执询时要求拱文郡 现在又重返镇长一职 希望他可以继续将未完成的 玉璃环周边人行道 慢车道用路安全等目的 就是希望让周边的商圈再繁荣 更让玉璃的圆环亮点再次点燃起来 玉璃镇公所早在2016年 拱文郡上任镇长时 曾经进行第一期的改建规划 后续历经改朝换代 918地震后等等 玉璃圆环已经满是伤痕 玉璃镇名代表吴朝成定期大会执询时 要求拱文郡现在又重返镇长一职 希望他可以继续将未完成的 玉璃圆环周边人行道 慢车道用路安全等等 通通做回来 因为我刚才想过 玉璃是我们的风水 外来的游客一到了 玉璃市中心所看到 玉璃圆环怎么会是这样子 已经隔了那么多年了 自信都还是没有改善 刚好镇长你在前一任的时候 这个玉璃就是你动的 这个第一期我知道是一期而已 还有下一期 所以这一次重返执政的话 请你重视玉璃 龚文郡说他说一定会做到 玉璃部分会后会在与相关客室主管 来讨论未来走向 玉璃圆环是玉璃震闹区中心 距离玉璃车站不到500公尺 附近旅设 店铺林立 历年风貌变幻多次 五桥城希望让周边商圈再繁荣 更让玉璃的圆环亮点 再次点燃起来 记者高双双玉璃震采访报道